81歲的耶誕業 美國總統拜登跟夫人 急而以預錄的方式 說故事送祝福 只是他的2024潛在對手前 總統川普挑耶誕節 下戰鐵要拜登來PK 說要跟他辯論對決20回 川普胸有成竹 因為拜登的支持度 跟天氣一樣激動 根據紐約時報的最新民調 拜登輸兩個百分點 在18到29歲的年輕選民中 川普竟然還贏了6% 紐實甚至用跌破眼鏡來形容 連民主黨的自家人也說 拜登瞌睡喬該醒了 拜登必須在那裡 做個案 我會為你戰鬥 川普也不是躺著選 黨內初選開跑前夕 前駐聯合國大使 海莉的民調極起直追 在新罕部下週只小輸川普4% 難道換川快要成真了嗎 不過川普的基本盤 還是不動如山 超過6成的共和黨人認為 就算川普官司定罪依舊挺他 選到底 TV7 這麼倒